港岛区的家长要特别留意 也是一个好消息 区内质素好的学校的比率是相当高 所以家长不妨放胆一些去选学校 例如中西区的十一校网 区内很多都是一些小小的学校 也有一两间大校 那些学校普遍的质素都相当不错 由于历史因素 很多时候有些传统的名校中学 他们的附属小学都是一些私立学校 区内有十七间私立学校 出名的包括圣保祿、湖江维多利亚 他们的中学和小学的行业做得非常好 亦相当受欢迎 直资反而少一些,只有四间 而四间里面有两间老牌的名校 圣保罗男女和圣保罗小学 家长报的时候真的要留意一下 他直资的收费、学费是否能有负担 虽然也有学费搞免 另一间新兴的直资学校 港大同学会也是比较心仪的学校 那间甚至是其他校长也大力推介 那间学校得意在附近的街坊 我看到这间学校的特色 就是他们坐地铁时都是在看书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不用认校服 认小朋友看书就知道是那间学校 他小一至小三是不需要考试的 当然也有评估的 但是这间学校的做法 也反映到教育理念 未必是着重他的成绩是要表现出来的 而是他真的去学习 所以那些学生的升学也不需要太担心 那家长在这些校网的话 不妨真的去看了哪些学校心仪的 就尽情一点去报 那就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了